这个男人敲响了卡车司机的玻璃 开始推销身前的年轻正妹 想试试看吗 一小时一万日元 司机将钱交给了男人 拉上窗帘开始脱衣享受服务 男人站在车边站岗 很难想象车里的女孩不是别人 而是她的亲妹妹 这个天生跛脚的男人名叫小夫 她患有自闭症且智力缺陷的妹妹小美又不见了 她一边着急寻找一边拨打朋友询问是否见到过小美 直到晚上 她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在钓鱼室后发现小夫的妹妹小美 回到家后 小夫在小美口袋里发现了一万日元 内裤上还沾有不明液体 小夫这才意识到妹妹被人欺负了 妹妹笑着却说 男人给了她钱 她就陪对方玩了游戏 听了妹妹的叙述 小夫既心疼又难受 但她又无法让智力缺陷的妹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随后 妹妹小心翼翼地将钱塞进自己的存钱罐 第二天以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小夫将妹妹繁琐在家中 还将之前用的绳子换成了铁链 小夫之前都是靠在船厂帮工挣一些家用钱 可是经济不景气 船厂要裁员 残疾人的小夫成了第一批下岛的对象 但是生活哪怕艰难还得过下去 她找了一份零工 装衣的才能赚一元 如此低廉的工资现在却是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来源 可是没日没夜的工作还是没办法交付房租 她只能找之前的朋友帮忙 小夫想要借三万 但是对方只给了她一万 毕竟她的老婆即将生产 她也需要一大笔钱 小夫没有办法只能打破妹妹的存钱罐 不管妹妹怎么哀求 她还是将里面全部钱取了出来 房东见他们迟迟不交房租 便将他们断水断电 没钱买食物的两人现在只能到垃圾堆里找吃的 可是还没等他们下口 就被一名凶狠的流浪汉抢走了 黑漆漆的房间里 饥饿难耐的妹妹甚至吃起了卫生纸 还一脸满足地表示卫生纸是甜的 小夫将信将疑也吃了一口 随即也表示好好吃 妹妹还在不断翻找食物 甚至询问小夫 妈妈呢 小夫只能借口说去远方了 妹妹又说要去外面 她要去和别人做游戏 这样既有钱又能吃饱饭了 小夫知道妹妹口中的游戏是什么 可是在没有经济来源购买食物 等待她俩的或许是活活饿死 沉默许久的小夫咬咬牙答应了妹妹的请求 也就出现了视频开始前的那一幕 可是司机想要把妹妹胸前碍事的玩具取下来 遭到妹妹剧烈反抗 甚至咬了她一口 司机将一枪怒火发泄在小夫身上 拎住小夫的衣领 勒令她立刻退钱 第一单生意就这样泡汤了 想到妹妹白白受欺负了 小夫想带着妹妹回家 妹妹面无表情却一个劲地摇头 为了能找到新的客人 小夫这个操汉子开始为妹妹化妆 随后便拉着妹妹到街上开始揽客人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每处地盘都有固定混混作品调课 混混们不仅痛扁一顿小夫 甚至还有逼迫小夫看着妹妹受辱的过程 握着手里的两万日元 小夫觉得沉甸甸甸的 她开口问妹妹 还想做今天那种事吗 妹妹一场肯定地表示要 拿着这笔钱 他们不仅交上了房租 还买了一大堆食物 忍受长时间饥饿的兄妹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 小夫一边吃一边撕扯贴在玻璃上的纸箱 瞬间房间变得亮堂起来 这也意味着 小夫再也没有了底线 她开始挨家挨户上门赛自制的小纸条 妹妹将这一切都当成是一场游戏 她迎着风将所有卡片肆意抛洒 他们的生意开始越来越好了 虽然妹妹每次都觉得意犹未尽 但是都到点就走 直到遇到一位有着侏儒症的客人 也许同病相连 妹妹格外喜欢和这个客人待在一起 在外面等不及的小夫只能过来强行带走妹妹 看着赖着不走的妹妹 小夫只能借口买小布丁给她 这才把她哄走 回去的路上 小夫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小夫一开口对方就挂了 那人其实就是之前借钱给小夫的朋友 他之所以打电话过来 就是何时他捡到的卡片上的电话 是不是小夫的 最初小夫还狡辩说这不是自己的电话 直到朋友找到另外一些制作好的卡片 小夫这才坦白自己是在走投无路情况下 才让妹妹做这一行的 朋友大声呵斥小夫 你知道你的行为是犯罪吗 小夫也懒得辩解 如果活活饿死 他情愿这样活下去 他甚至讽刺朋友只不过是一名伪善者罢了 朋友怒不可遏给了小夫一拳后 怒喝道 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不久后 小夫制作的小卡片被一群校园霸凌者捡到 他们拨通了小夫的电话约了服务 小夫看着对方一副未成年的模样 也毫不在意把手一伸 他想要的只不过是钱罢了 正当妹妹和一名学生进屋后 剩下的人竟然趁着小夫不注意 从背后偷袭想要抢走他的钱 小夫被勒得满脸通红 窒息间 他拼命拉出响 将其呼在学生的脸上 拒臭让对方吓得拔腿就跑 当小夫以为这一关过去后 更绝望的事情来了 妹妹被查出怀孕了 面对医生询问孩子父亲是谁时 小夫无言以对 医生接着说如果要处理一下的话 大概需要七八万左右 小夫紧紧盯着妹妹 最终做出决定 不顾医生的劝阻 他拉着妹妹就离开了医院 随后后着脸皮跪在朋友面前 请求帮他照顾妹妹一个小时 朋友拗不过小夫最终答应下来 思索在三后 小夫找到了朱如南 之前的几次交易 妹妹似乎很喜欢他 犹豫一下后 小夫将妹妹怀孕的消息告诉了朱如南 他还希望朱如南能够娶自己的妹妹为妻 因为按时间推算 他极有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朱如南却认为小夫想用这招敲诈他 他表示从来没有喜欢过妹妹 之前只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 很快朋友就打来电话 告知他 妹妹不见了 可是小夫刚下楼就遇到了妹妹 小夫想要将妹妹带回家 妹妹却嘟囔着他要工作 无论是小夫怎么红怎么赚 他都不肯走 小夫借口说带他去买小布丁 也完全不起作用 甚至妹妹躺在地上好好大哭 小夫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妹妹离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妹妹终于起身和小夫一起准备回家 之后 小夫带着妹妹买了些零食 这时 船厂老板找到了小夫 他说有个工人上班喝酒已经被辞退了 现在工厂还有一个空缺位置 还问小夫愿不愿意回去工作 妹妹还以为他是新的客人 还问他做不做 提起这茬 小夫生气地将妹妹推倒在地 质问妹妹 你是跟任何人都可以吗 老板过来劝嫁反被欺辱骂 我们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都是他害的 老板有些心虚只是留下一句 你好好考虑一下 就灰溜溜地走了 在梦里 小夫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他开始如同一个孩童一般在游乐场里肆意玩乐 他不禁发出哈哈大笑 最终他醒悟过来 自己之所以落下这个境地 都是被这个妹妹所拖累的 自己原本就是一个残疾人 如果自己独自一人可以勉强度日 再加一个智商缺陷的妹妹却很难活下去 他举起一块大石块想要解脱这份为坠 但是小夫还是发现自己根本下不去手 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 他感觉既无力又心累地朝着地板不断发泄 被惊醒的妹妹还以为哥哥是因为没有钱才会哭的 贴心地他将自己心爱的存钱罐交给了小夫 存钱罐被再次打破 妹妹做了人流手术 可是手术过后 妹妹再次失踪了 小夫拖着瘸腿在雨中开始寻找自己妹妹的下落 他走过小时候妹妹最喜欢玩的悄悄板 最终小夫在海边找到了妹妹 小夫大声朝着他喊着 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应该乖乖在家里待着 就在这时 小夫的电话响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海角上的兄妹 这部电影可以说全篇压抑无比 将底层人的无奈和挣扎完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若是群体面对苦难 甚至连基本生存都无法维持的极端困境 再连基本吃喝住都保证不了的情况 为了活下去 尊严人性皆可抛弃 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国家 只要你肯努力 就会希望 不说大富大贵 但是一辈子衣食无忧还是能够做得到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长按点赞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